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区毗邻的九座山峰 以龙之九子为名 人区背靠着一段绵延七点三公里 拥有六个烽火台的明长城遗址 与周围的牧田玉长城 黄花城水长城 剑扣长城和错长城遗址连城遗曼 团聚在九宫山峰之间 泰康纪念园 并争着传承中华文化 礼赞生命之美的伟大使命 致力于打造国家旗英列公墓 及军旅主题人文纪念园 礼赞英雄事迹 弘扬爱国精神 为纪念新四军的伟大贡献 园区特别打造战地近八千平方米的铁军纪念园 在这里 长眠着七百三十八位 为国奉献的新四军将士 开国第一将 素玉的衣冠者 也设立在此 接受民众瞻扬 这里 不仅是新四军历史的档案室 也是学习铁军精神的大课堂 纪念馆旁边的明路墙上 共记载了新四军中三千三百二十七位英雄的名字 共民众缅怀 山顶的无名英雄纪念馆 则是为新四代人民英雄而建立 馆内共收落了六百五十六位人民英雄的光荣世界 坦克无数个坚守在自己岗位上的无名英雄们 默默奉献 英勇献身 生的平缓 却死得伟大 无名英雄纪念奉献的长领火 熊熊燃烧 象征于英雄的精神 惊醒不息 园区特别图现的三军仪仗队 日以继续地守护英雄安魂之策 仪仗队成员 皆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军仪仗队退役士兵 每逢英烈公祭日 园区会举办大型纪念活动 邀请社会各界民众共同参加 此外 园区还开设了红色旅游专线 方便社会大众随时来此参观学习 特色的仪仗兵换港表演和小小仪仗兵夏令营等活动项目 受到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因此 九宫山长城纪念林 于2012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了 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荣誉称号 九宫山长城纪念林 不仅是英灵的安眠处 也是展现生命文化的艺术花园 天主教纪念园综合繁地港古典元素和欧洲文艺复兴风格 打造圣洁的安魂殿堂 每年11月2日举行追思尼萨 为逝去的仙人进行祈祷 圣人传记壁刊读出新才 将骨灰壁刊与书架相结合 展现人生如书般的浪漫与美好 九宫山盛 天然去雕饰 温馨智统 姑婆的院落远离喧嚣 在此聚会休闲 最能感受归隐自然的宜然自得 泰康纪念园生命博物馆 展现集团将艺术融于生命产业 实现及旅游 文化 祭奠三类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纪念园经营理念 未来规划中 园区入口碧水门 是对生命轮回的诗意写照 进口和出口独立呈现 象征生死相邻 却不相通 而横跨于后山山剑之上的九宫桥 打破了桥梁的固有概念 大胆超前的设计理念和力学结构的巧妙 堪称世界奇迹 设计美观的人文建筑和园区内的自然环境巧妙融合 相辅相成 因流山剑泉水打造的水系景观自山顶而下 潺潺汇流 屈水迎环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 让九宫山成为各界名流首选的安宁之所 老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先生 开国上将陈世久先生 天主教北京教区大主教富铁山先生 西游记导演 著名制片人杨洁女士等各界知名人士 皆选择这里作为长眠福地 在九宫山群山峻岭的怀抱下 长城军魂的守卫下 与话踏迁 成归自然 敬礼 尊重生命 关爱生命 礼赞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